情话机啊机 春意飞啊飞 谁在挑啊挑 心也彼我好命迪 可惜你啊你 错不该当我后悲 王将门缘当朝你绝美 她在电视上一直是这样的形象 我有很多钱 我的事业很成功 我是一名校长 我会很宠你 我真的很有趣 如此霸道的总统总是年轻人幻想的对象 从系路窄不被看好 倒被认为除了靖东 张成光 最适合演有钱人和精英的只有他 这个把路子走窄又走宽的男人 还真的是不一般 王耀卿的方红的背后有啥故事 在王耀卿的人生规划当中 演员并不是他规划的道路 以此失误改变了王耀卿的人生 王耀卿家庭的情况并不富裕 在河地抱欲人 明月沉重人 偷渊月口照照问你 一对鸳鸳水泪气 渊月高照尾上尾 在填写大学之愿的时候 王耀卿本身是想要和女朋友 填写同一所大学的 但是王耀卿不知道怎么了 竟然将自己的大学志愿填写错了 填成了府人大学大众传播学院 和自己的女友分隔两地 而王耀卿的人生之路也发生了转变 王耀卿的职业生涯道路 还算是比较顺利的 在毕业之后 就在《太阳花》里的精彩表现 得到了许多台湾观众的注意 而后来更是作品不断 《天下第一状》《八号风球的爱恋》 《老婆大人》《紫静之巅》 以及后续的《天下第一位》 更是获得台湾观众的一致好品 成为了当时的收视冠军 就在王耀卿名气最大 职业生涯最为红火的时候 王耀卿选择离开荧幕 转向舞台剧 让流浪的足迹在荒漠里 写下永久的回忆 飘去飘来的笔迹 是深藏的激情 你的幸运 前尘后世轮回中 谁在声音里徘徊 事情笑我反俗对人 始终难切地关怀 原来王耀卿早就对快餐式的 台湾影视圈感到厌倦 尤其是那种今天拍完 明天就上映的拍摄方式 更是让他无法对自己 所饰演的角色 有更深的思考 片酬的多寡 如今已经不再是 他首要考虑的东西 他想要的是提升 是沉淀 是把自己所爱的东西 做到最好 就像鱼窝牙 遇上了钟子漆 似乎世上志同道合的人 总会相遇 王耀卿跟舞台剧导演 林奕华 两个人是经风玉露一相逢 立刻着手 排练起了舞台剧 而这一恋 就是整整六年 这世上哪有那么多机遇 有的只是奋力生长的灵魂 六年间 王耀卿的演技 有了天翻地覆的变化 他对演戏 甚至人生 都有了更加深刻的思考和见解 亲爱的 我就在你身后 世界还在 小幸福一直到未来 2011年开始到中国内地发展 童年凭借内地首部电影《失恋33天》 获得百花奖最佳男配角提名 2012年主演内地首部电视剧《浮沉》 凭借该片获得华顶奖最佳男配角提名 2013年主演电视剧《小儿男养》 凭借该剧入围第十九届上海电影节白玉兰奖最剧人气男演员 童年因在电视剧《小爸爸》中饰演泰勒人气上升 凭借该剧获澳门国际电影节最佳男主角 2014年在医疗行业剧《产科医生》 首次担当内地电视剧《男一号》 饰演海归主任医师萧成 2014年主演都市情喜剧《小爸妈》 谍战剧毕业歌 2015年主演婚姻情感剧《逃婚器》 《杜拉拉生殖记》系列的圆满中章的电视剧 我是杜拉拉 此后王耀庆更是在总裁的路上一路前行 虽然他没有成为小时候非常向往的商人 但是却在电视剧中过了一把瘾 成为了有钱人专业户 根本演不了穷人 王耀庆从实际出发 一切恰到好处 不会因用力过猛而感到油腻 直到2014年的时候 他已经从一个名不经传的舞台剧演员 晋升为一个观众 广为熟知的职场精英专业户 他只用了三年的时间 这就不得不承认 演技有一个演员的重要性 而近几年来 他通过上综艺节目 再次圈了一波粉丝 没有人嘲笑他沦为综艺咖 大家反倒是称赞他 展现出了众人看不到的一面 其实高冷的外表之下 还隐藏着一个有趣的灵魂 幸福 简单爱 亲爱的 我就在你身后 世界还在 小幸福一直到未来 想要一遥就会 晚安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好